肠病毒病例全年都有 但六七月是高峰期 节气端午前后 台湾湿热天气更要注意 医师提醒家长 当小孩有肌抽月症状 赶快看医生 睡觉的时候怎么一直在 丢来丢去 然后好像一直都被吓到 小朋友是不是吓到 再去收金这样 不是收金 是因为他是肠病毒的重生 的前兆 所以刚刚讲的 嗜碎 剧烈呕吐 还有就是心跳变快 呼吸变喘 特别是在没有发烧 平静的时候有这些症状 肠病毒大概每四到五年 一次大流行 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统计 今年重症已经有12例 年纪越小 保护力越低 尤其新生儿症状不明显 最常接触的主要照顾者 也要留意自身状态 生产前的14天 到生产后的2天 这中间如果说 它有出现发烧 或者说出现像是什么 肌肉酸痛 肋膜痛 特别是或者说 会有些拉肚子 那些看似感染的症状 一定要跟医生反应 肠病毒透过飞沫 粪口接触传染 彻底洗手 居家环境 小孩玩具 用漂白水消毒杀菌 避免肠病毒入侵 大爱新闻里亚平 郭继宗台中报导 这提供